这一个一串英文名的朋友跟幻学说 他想看新出的40566 40566 优优独播剧场——YK 好了 这一盒乐高40566 拉一漂流计完成了 这一盒乐高40566 是通过乐高IDS社区的创意比赛 《你想去海边吗》当中 给选出来的冠军 它是乐高的一个满赠的赠品 一共有239篇乐高进步构成 里边包括有一个人在 作为创意社区里边 选出来的特殊套装 这么一个小套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这一套40566的产品 从外观上面来看 第一眼你会发觉 它跟当时乐高IDS比赛当中的 那个样子相差的并不大 也就是说乐高IDS对于这些赠品 并没有改动太多的地方 而且虽然它是乐高IDS 创意社区里边选出来的产品 但是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它的包装盒 还是这本说明书上 并没有IDS的标识 但是通过这个配色呢 你还是能认出 这个是一个IDS的套装 那它的说明书的首页呢 依旧也是延续了IDS的一个特点 把玩家的设计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只不过 这边都是英文啊 我英文不太好 大家就凑合一下吧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它的指引 获取中文版的手册 那幻学第一眼看到40566呢 想到的是一本经典名著 鲁宾逊漂流记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读过 那这个人仔拉一呢 不许多说 这一套40566里边独占的人仔I 胡子和头发异常的浓密 都全部连到了一起 身上呢穿着一件水手背心 腰间还绑着一根破破烂烂的皮带 手里呢拿着一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望远镜吧 虽然它在小岛上面流浪 但是它还是期盼着能有人来救它 它呢是一个单面表情的印刷 套上去之后样子 真的就活里活现的 感觉像是鲁宾逊跑到了乐高里边 这一套里边呢 也有个载具 就是这一艘木筏 那这个木筏呢 还带一个缆绳可以固定到岸边 这边有一面 这是一面旗帜吗 这个木筏 不是应该弄个翻在那边吗 弄一个这个小旗帜 多少有点不太好理解啊 然后前方呢 还有两个凸点 方便你把拉一站在上面 只不过拉一站上去之后呢 似乎这个木筏显得稍微有些小 这个木筏向水后 真的能支撑住拉一的分量吗 来我们的木筏下水了 它还真的能飘在水面上 我们再让拉一上到木筏上面 事实证明拉一上去之后呢 这个木筏真的没有办法保持平稳 但是它呢 还能浮在水面上 好吧 就算它做着这个木筏出海 应该也不会淹死 那再来看这个小岛 这个小岛的打造呢 也是非常的袖珍 它把所有的内容呢 全部都往里给拥挤了过去 第一眼看上去呢 会让你觉得这个小岛看上去 内容非常的丰富 岸边有蛇 有救生圈 还有飘来的酒瓶 这个应该是酒瓶吧 不是望远镜吧 虽然是小岛漂流计 但是少不了吃啊 你看这边也升起了火堆 旁边呢 还有吹炬 这边有根杆子 上面还有钓上来的鱼 而杆子顶端呢 还占了一只鸟 这只鸟 看上去挺漂亮 如果打不到鱼 这只鸟应该也能靠来吃吧 这边的C型沟上呢 挂着鱼杆 自然就是拉一钓鱼的工具了 这个草棚子 看上去略显简陋 但是在这种小岛上面求生 能够搭一个简陋的草棚子 已经算是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 而在草棚旁边呢 还挂着一个探险的背包 看来拉一真的是在无意当中 跑到这个小岛上的 在这个草棚子的下面呢 这边山洞这边 还有个宝箱啊 这个宝箱有点紧 不太好拿出来 给掰下来了 来看一下宝箱里面有什么 哇 两颗红宝石 另外在这个小岛上呢 绿植的元素也是相当的丰富 这两棵棕榈树打造的也是相当的浓密 总体而言呢 这一盒40566拉一飘流记呢 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小品级的作品 现在你在万能的第三方渠道上面呢 差不多12030元可以买到一套全新的40566 它的官方定价呢是没有的 毕竟在官方它是一个赠品 那12030元的价格 239片乐高积木里面包括有一个独占的人仔 如此丰富的一个小场景 搭建起来呢又带有一定的趣味 我觉得这一套40566还是非常有心思的 作为乐高的赠品它无疑是非常合格的 好了今天坏雪的玩乐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乐高赠品40566拉一飘流记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